再來看就胖是真是最好的東西 但是淡水這間胖店特別不一樣 為開店做生理到休息人家都不停過 看起來六塊兒賺八百 後面是熱心苦戰 這次是四十二歲的老闆 中後正第三次創業 過去一定會說 若是開店應該就一定會賺錢 沒想到無關你經驗 上月都了解收起來 這次他也找到初心 用臺灣生產的實在做感動人的胖 老闆說每個胖都是有靈魂 若是用心來做人家一定會感受得對 逛出漏味的胖看得很好吃 吃得把它放進去之後 點來人家會帶來 就連小孩也吃得很順口 還會跟媽媽寄說她要買多一種 好吃 有點鹹鹹甜甜的 而且大小蠻剛好的 還蠻喜歡吃的 就蠻適合小朋友的 這對母親的印象嘉義 就是這款玫瑰鹽的可頌 這是點來的招牌產品 經過很多次的鹽發和改良 是一種口味比較滑溜 我們大食的胖 當初啊 在做玫瑰鹽可頌 其實它是從日本過來的 那 日本過來它很單純 它就只是吃小麥粉跟液種 但是我認為這樣子的味道 讓我覺得不是很夠濃郁 所以我後面啊 我就一直慢慢調整 結果到最後就是用百分之百的純鮮奶 對所有的材料跟特性都很了解 喝好情雖然說只有42歲 不過他做這種烘胖的工作 已經有30年的經驗了 在我很小的時候 我爸爸就因為肝癌末期的發生 然後家裡也發生巨變 我記得那一年我國小 六年級畢業的時候 家裡其實說實在話 已經是家徒私病 為了要倒探錢 他很小的時候 就去烹店跟人家學生了 那時候一家月光了兩天 這還不算是辛苦 辛苦的是學工夫 就要再看師父的面識 絕對不會給小學徒知道說 這個配方到底加了什麼 所以我們在那個 學習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是挺辛苦的 26歲那年 拿200萬的立結和貸款 想要自己自立問好 想不到開七家月就收起來了 35歲那年還拚去大陸做生理 不過最尾也是逼逼逼 你所遇到的事情 根本我那時候是沒有辦法去應付的 比如說麵包很好吃 可是客人他就是不知道 他不知道他就是不進來 但是我覺得這是個過程 那我們沒有遇過 因為從來沒有人會教你 怎麼樣去創業 怎樣去當老闆 二空英雄年 念好前回來台灣 我決定要第三次來條件創業 因為有過去失敗的經驗 現在他做事情更加均勻 也更加清楚說人家愛的到底是什麼 店裡的這個四個字 麵包之魂 這簡單的四個字 就已經涵蓋我所有的核心價值 對 麵包其實它是有靈魂的 念好前說 人家如果是覺得會很害羞 這樣永遠就沒辦法改變屬性 人生就算說沒有人起天河 不過要是可以主動來出局 如果可以留心口前 提醒自己的能力來立即經驗 他相信總有一天會有好機會 好 away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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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